澎湖花火節延到7月 加上顧慮補助 看準暑假人潮 利用航空換成大飛機增加座位 華信航空也將和台灣火航 租用1到2架飛機 單日至少可以提供1000多個機位 目前很明顯的機會挺不夠 比7、8、9個月 這3個月會是爆量 而這回顧慮補助實施 從7月1號到10月31號 自由行旅客美方補助1000元 離島每人可以再加碼一次1000元 團體旅遊每人每日補助700元 離島則是1200 預期可以帶動600多萬的觀光人次 而觀光效益估計可以高達235億元 那到6月份呢 大概已經成長了5成 那7月因為加上振興券 加上自由行的補助 我相信應該可以回復到8、9成左右 對島旅客人潮回流 疫情逐漸減緩 各界也預期會迎來報復性旅遊 如今中央再推補助 離島優惠最多也成了旅客的首選 3D新聞葉祈凱王浩元 文婉與廣東綜合報導